二十三岁帅小伙不顾反对,娶一头母猪为妻,婚后生活让人无法想象。 人们常说,世界之大,无其不有,但是小编这次要说的是,世界太大,什么样的人都有。 相信大家都见过,有不少人都会把各种各样的宠物当作儿子女儿养。 但是,如果把一头猪当作自己的老婆来养的,我也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就算爱情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甚至也能接受跨越性别的爱情,但是跨越物种的婚姻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在泰国,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帅小伙,他的妻子竟然是一天母猪,他的名字叫戴伟。 据说,以前他也有一个非常疼爱的女友,两人恋爱了五年的时间,可是突然有一次女友便将他给甩了,他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行为便开始变得异常,对女人也没有了兴趣,孤独地他只好去买了一头猪当宠物。 在家里,他每天都会给他吃最好的,最贵的食物,平时也会为他梳妆打扮,不管自己走到哪里,他也都会带着这头猪,每天都会为他做早餐,出门散步,晒晒太阳,看看电视,哄他睡觉,生活非常地演绎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适,这名帅小伙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头母猪了,他说他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这头母猪,当身边的亲人听到他的这一想法是,都感到无比诧异, 可是他依然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这头母猪结了婚,之后,他们就同吃同睡,幸福得不得了。 很多网友表示非常不理解,问他结婚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自己也表示,自己非常的幸福,因为这头母猪十分地依赖自己,并且也不会背叛自己。 虽然这让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是因为他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创伤,爱上一头母猪其实也就想得通了,只要他自己过得开心幸福就行了。 二十三岁帅小伙不顾反对,娶一头母猪为妻,婚后生活无法直视。 对此,你们对于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南宋时期,苏州城有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董文轩,一家人对他非常疼爱,不仅锦衣玉食地养着,而且事事顺着他。 董文轩见到家里新生的小猪,突然就开心地笑起来。 他将小猪抱到自己房中喂养,每天同吃同睡,十分亲密。 后来,董父董母暗中商量,不能让儿子的怪痞这样下去。 于是有一天,乘着董文轩不在家,夫妻俩命人偷偷将猪牵走,藏匿起来。 等董文轩回来,董母垂泪说道,儿啊,今天你外出后不久,小猪就在房中乱叫。 等小丫鬟前去查看,才发现他已经跳窗户跑了。 我派了人去追,但是他已经不知所踪了。 董文轩听后,面如死灰,接着发疯似地跑出去,到处寻找小猪的下落。 一连找了几天,将整个苏州城都翻遍了,还是不见小猪的踪迹。 接着他就走回来,躺倒在床上,任凭家里人如何劝,都不吃不喝,几乎快要饿死。 董母见他这个样子,吓得将藏起来的小猪送回来。 董文轩才又哭又笑,转眼就好了。 多年后的一天,董母去东街首饰铺取预定的头面和首饰,见到一个女子披麻带笑跪在街中,原来是要卖身葬母。 董母见那女孩十七八岁的年纪,虽然衣衫褴褛,但长得楚楚动人,心里有了计较。 于是花五十两银子将女子买了下来,又帮她将王母安葬了。 董母连忙拉起她,左看右看,十分满意。 董母笑着说道,我不要你当牛做马,只要你做我的儿媳,为我家开支散叶就是了。 董文轩见到湘芸,只觉得这个人有一种熟悉感,但她也没有多想。 等到董母说,要湘芸给董文轩做妻子时,董文轩十分激动,儿子已经决定此生不会娶妻,由小猪相伴足矣。 董母听了,流泪相劝,但董文轩却是硬着心肠不同意。 董父知道后大怒,坚持为湘芸和董文轩办了婚事。 新婚夜,董文轩对湘芸说道,你就是占了我妻子的名分,这辈子我也不会碰你的。 说完走她就走到隔壁睡了。 湘芸以为董文轩口中的小猪也许是一位女子, 可她在董府住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丈夫口中的小猪居然是实实在在的一头大母猪。 她想,董少爷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也并非是爱猪之人, 只是单对那一头猪特别罢了。 难道是这猪有不对劲的地方? 别是个猪妖吧? 想来想去,始终觉得古怪。 因此,有天她趁董文轩不得不外出, 偷偷开了那扇房门,将猪牵走了,一路到山上的道观。 湘芸对道士说道,道长,我家相公迷恋这头猪, 你快看看,她是不是什么妖孽? 道是看看猪,又看看湘芸,掐指一算, 抚须笑道,这猪无什么特别, 只不过是你夫君因为用情太深, 认错人搞错对象罢了。 又从袖子里取出一面镜子, 对湘芸说道,你将这姻缘静待下山, 一切疑惑就可解了。 湘芸接过镜子, 看也不看,揣进怀里下山了。 回到董家,董文轩已经回来, 知道湘芸牵了猪外出,正在大发雷霆。 见到湘芸回来,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将我的小猪带哪里去了? 湘芸看她那个样子,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小猪小猪,一个大好男儿,不读书不经营, 整天只知道抱着一头猪, 任凭父母悲伤流泪也不动摇。 你这样的人,枉为人子。 我已经将她迈到屠夫那里, 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 董文轩听了这话, 只觉心痛无比,怒气冲天, 忍不住推了湘芸一把。 湘芸怀中的姻缘镜滑落在地, 而她的头也磕到椅子上, 当时流下血来, 鲜血滴在姻缘镜上, 顿时光芒大盛, 湘芸也觉得头痛欲裂, 有许多陌生的记忆纷纷涌进脑海。 董文轩看着镜子中的画面, 也一下子呆住了, 他愣愣地西行到湘芸身边, 湘芸抬头看她, 眼中含着委屈和无尽的情意。 董文轩喊了一声莲儿, 两人相拥而弃。 就在这时, 道士出现, 将姻缘镜收起来, 说道, 前世的羁绊, 让你们今生有相伴到老的缘分, 好好珍惜吧。 原来, 这董文轩和湘芸前世正是一对恋人。 董文轩前世是董生, 湘芸前世名莲儿。 董生前世是个落魄书生, 花灯结偶遇了大户人家的小姐莲儿, 两人一见钟情。 董生托没人去求亲, 遭到莲儿父母的反对, 两人便决定偷偷私奔。 不料事发, 两人才逃了几里路, 就被追上了, 两人双双逊了情。 死后两人不想, 因为喝了孟婆汤而忘记彼此, 因此四处飘荡, 被地府的使者们追捕而到处躲藏。 后来有一天, 两人被使者发现, 董生为了护住莲儿, 被使者抓住, 为了孟婆汤, 投到董家, 成为了董文轩。 董文轩五岁那年, 四处躲藏的莲儿 偷了领宝因缘镜前来找她。 董文轩看了因缘镜, 知道了前世的事, 和莲儿相认。 就在这时, 使者们追到这里, 为莲儿喝了孟婆汤, 要拉她去转世。 莲儿一路挣扎, 掉落在猪圈里, 董文轩也晕了过去。 而那因缘镜, 后来被董家一个仆人食德, 卖到当铺里, 又被山上的道士偶然遇到, 买了下来。 再说那年董文轩醒来后, 听说母猪生产, 以为莲儿投了猪胎, 因此这么多年, 才和那猪同吃同住。 其实那天, 正有一个怀孕的女乞丐, 躲在董家猪圈里, 莲儿正好掉在了她的肚子里。 两人两室纠葛, 终于做了夫妻, 不禁又哭又笑。 此后夫妻俩举案其眉, 孝顺父母, 打理家业, 传为家话。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不客气的人要支撂了, 又不客气的人要支撂了, 这边喜欢 creations想归还在那里的 decir 실。 好的,